Hello大家好,好久没有更新,不知不觉就四月份了 我是2015年4月1号来的德国 所以一下子就八年时间了 去年七周年纪念日的时候 我录了一个视频,视频题目是 你适合在德国生活吗? 可以结合今天的视频一起看看 今天这个视频就随便说说 我在德国常住的这八年时间里 对我有哪些改变 或者说德国教会我的一些事情 这只是一些泛泛而谈 没有什么特定的主题 有不全的或者忘记说的 我以后再补充 第一个我觉得最大的改变 就是我的性格变得更加直接 然后在各个方面都去努力争取自己的利益 以前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会更加退缩 觉得算了算了 但是现在会更加强硬 比如说作为租客的权益 比如说网购买了质量不好的产品 或者职场里的一些琐事等等 德国在这方面 有更加完善的规则和人与人之间更加直接的交往方式 是什么就是什么 我这几年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当地这些规则 适应德国人之间的交往方式 也是一步一步从被坑的流血小白到现在大体知道大概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同时也做到对事不对人 适应了这种氛围也给我带来的一个好处 就是说我在思考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会认为对方也是对事不对人的 就是说我在思考对方的一些行为模式的时候 不会太take it personally 比如说我遇到了一个不讲礼貌的人 那我就仅仅认为他是一个不讲礼貌没有素质的人而已 而不会去发散去想这个人他是针对我 或者说因为我不是德国人而针对我这些 我不会去发散性的去想这些问题 跟这一条比较相关的就是我的金钱观之前也发过别的视频 具体讲过 就是对待钱的态度更加open 觉得贵就直接说不会打重点充胖子 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改变 是得益于德国的这个周日休息文化 在德国尤其是我所在的巴伐利亚州 一个相对保守的州会严格执行Zontag付卧 Zontag就是星期天的意思 付卧是安静的意思 在星期天超市药店商场什么的都关门 然后一些可以影响到邻居或者其他人的噪音 也是不允许的 比如说我们家附近那个街角 有一个回收玻璃瓶子的桶 那它在周日的时候也是不允许往里扔玻璃瓶的 因为会有那个碰撞出来的这个噪声嘛 所以说只能是周一到周六的一些特定时间段 才可以往里扔瓶子 一开始来德国的时候是不习惯的 就觉得周末就是应该吃喝玩乐聚会的日子 但是现在觉得这个周日休息这个概念特别好 这一天可以保证人们能够真正的休息 可以真正的将生活放慢 在家听听歌看看书或者去湖边散散步 为下一周储备足够的精力 下一点就是我对待隐私的态度吧 就更注意自己的隐私 因为德国这边的大环境就是这样 在大街上你不能拿着相机就对着别人的脸照相 超市里很多人选择用现金支付 随便浏览个什么网页要先这个选cookie选项 我真的不知道国内是这样吗 我已经忘了 反正这边你随便上什么网你都要先勾选 你就是这个网站可以 也就是说这个网站可以多大限度的去读取你的一些信息 所以在这里生活久了 我就会更去关注自己的隐私信息 有没有被非法获取 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些中餐馆 现在他们都在实行那个扫码点餐 就是你要先扫个码 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你还要先注册一下 才能点餐 其实我觉得有点别扭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先这样吧 其实好久没有录视频了 有点手伸 好多想说的其实没有说到 欢迎在评论里留下你的想法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